国三地球科学第二章 2-1 地球的构造 这是讲义2-1的范例解说 范例一 有关于地球的分层 右图表示固体地球的分层 请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题 甲乙柄三层中哪一层的组成物质 主要可能为铁镍等重金属元素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这是固体地球的分层 其中甲是在最外层 这个是地壳 乙是在中间 这个是地寒 丙在最内层 这个是地壳 地壳因为密度最大 主要成分是铁镍等重金属元素 所以可能为铁镍等重金属的 是丙 这个是地壳 所以第一题 C的答案 第二 尺图的分层 是按照下列何种性质来分的 地球内部的探测 我们无法利用砖井的技术来探测 可是我们可以利用地震波的速度变化 将地球的内部分层 所以第二题 主要是分析地震波的性质 所以第二题 B的答案 第三 核者为地核 地核是密度最大 是在地球的最内层 所以是丙 这个是地核 所以第三题 C的答案 第四题 体积最大的核者 厚度最大的是核者 在地球内部的分层里面 体积最大的是中间的地含 这个体积最大 而厚度最厚的 则是在最内层的地核 因此 体积最大的是乙 而厚度最大的则是丙 因此 乙跟丙 所以第四题 株的答案 第五题 两个部分密度最小 密度最小的会浮在最上面 所以在地球的最外层 因此 密度最小的是甲 而甲是地壳 因此 第五题 A的答案 第六 图中的乙 主要是由核者所构成 我们比较 甲乙丙三层的主要物质 其中 甲是地壳 地壳分成大陆地壳 跟海洋地壳 而大陆地壳 主要成分是花岗岩 海洋地壳 主要成分则是玄武岩 地寒的部分则是橄榄岩 而地壳的部分则是铁镍等金属 因此 选项里面 我们要找乙的部分 是地寒的部分 地寒是橄榄岩 所以第六题 C的答案 第七题 图中 岩石圈是指何者 我们看图上 图中的岩石圈是在地球最表层的地方 它包括了地壳及一部分的上部地寒 因此A这个是岩石圈 而B这个则是软流圈 所以我们要找岩石圈 因此A的答案 这是范例一 范例二 有关于全球板块边界 右图为全球板块边界分布示意图 请以此图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 由图中可知 赤道线没有通过哪一个板块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图上中间这一条 这个是赤道线 所以赤道线有经过太平洋板块 以及南美洲板块 非洲板块 以及印澳板块 因此赤道线没有经过北美洲板块 所以第一题 B的答案 第二题 著名的日本311地震 是由哪两大板块长期挤压 能量释放所造成 我们看图上 311地震是在这个位置 而这个位置是由左边的欧雅板块 以及右边这一块是连接着北美洲板块 所以 311地震 是由于欧雅板块和北美洲板块 两个板块长期挤压 四方能量所引发的地震 因此 第二题 欧雅大陆板块 以及北美洲板块 因此第二题 C的答案 第三题 现在哪一个板块边界 并没有中央级的存在 因为中央级是处于张列性板块 而菲律宾海板块 是在图中下面这个位置 而这里也是属于聚合性板块的位置 因此 聚合性板块没有中央级存在 因此第三题 A的答案 翻例三 有关于板块构造运动 右图为板块运动示意图 根据此图 请回答下这个问题 第一 现在哪一个地方的海洋地壳年龄 与甲地最相近 我们看图上 因为图中 由于软流圈 热对流上升 使得左右两个板块分离 因此 这里形成张列性板块 所以 以这个位置 是中央级的位置 而中央级是沿江因为热对流上升 冷却形成海洋地壳 而海洋地壳逐渐向两侧移动 所以在中央级的两侧对称位置上 它的地壳年龄是相接近的 因此 和甲相接近的是丙 因为这两个距离是相接近 所以它们地壳年龄也是最相近 因此 与甲最相近的是丙地 所以第一题 B的答案 第二题 下边有关丙物两地的沉积物厚度 与地壳年龄的比较 何者正确 因为在途中 乙这里是中央级 而中央级的位置 是沿江西冒出 冷却形成海洋地壳 水在乙的位置 是地壳最薄的 而距离中央级越远的地方 则是地壳逐渐增厚 因此 我们比较丙跟物两位置 则物的地壳 沉积物厚度会比较厚 而丙的位置 则层几乎比较薄 同时因为中央级 是新形成的海洋地壳 如果离中央级越远 则地壳的年龄会越老 因此 物的地壳年龄 会比丙的地壳年龄还要老 因此 我们比较丙物两地 层积物厚度 乙物比较厚 地壳年龄 乙物比较老 水 第二题 猪的答案 第三题 下面哪一个与乙所标示的板块边界类型相同 因为乙的位置是张列性板块 而张列性板块和冰岛列骨同样都是属于张列性板块 水A这个也是张列性板块 而南美洲的安帝斯山这是属于聚合性板块 美国的圣安德鲁斯断层 这个是搓动性板块 喜马拉雅山这个是聚合性板块 因此 属于张列性板块跟乙一样的 只有A的答案 第四题 乙物边界的主要断层形态为何 我们看图上 因为乙是热对流上升 而这里是张列性板块 张列性板块所形成的断层 是正断层 所以乙是正断层 而乌的位置则是在板块引墨带的地方 这里是聚合性板块的边界 因此 乌的位置 这里是聚合性板块 容易形成逆断层 所以乙是正断层 乌则是逆断层 因此 第四题 B的答案 第五题 当你从甲走到丙时 海洋地壳的年龄如何改变 因为海洋地壳的位置 乙的位置这里是中央级 中央级这里则是地壳最新 这个地方是新形成的海洋地壳 而距离中央级两侧越远 则地壳年龄越老 所以从甲走到丙 这时候甲到乙 它的地壳年龄先减少 乙到丙地壳年龄又增加 因此海洋地壳的年龄变化 从甲到丙时先减少再增加 因此 第五题 C的答案 第六题 图中何处一找到变质岩 因为变质岩主要出现在聚合性板块的位置 而在图中 只有乌这里是属于聚合性板块的边界 因此 乌这里是两个板块挤压容易形成变质岩 因此 乌的位置 所以第六题 书的答案 分例是 有关于岩石圈与软流圈 右图为固体地球内部主要分成 以及岩石圈与软流圈的重剖面示意图 请以此图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 岩石圈和软流圈的交界 约位于地下多少公里深 我们看图上 图中 甲跟乙是属于岩石圈 而丙则是软流圈 软流圈的位置 是在地下深处 大约100公里到250公里处 所以 岩石圈跟软流圈 它们交界的位置 会大约在100公里的地方 因此 是在地下深处 约100公里的地方 所以第一题 B的答案 第二 软流圈内的物质状态为何 实际上 软流圈并不是全部都是岩浆 而其中只有少部分是属于熔熔状态的岩浆 其余大部分则仍是固态的岩石 因此 软流圈的物质 只有少部分是熔熔状态 其他部分则是固态的岩石 因此 第二题 C的答案 第三 图中 甲乙丙三层的平均密度 由大至小 依序为何 我们看图上 甲乙丙这三个位置 越靠近地心的地方 这表示沉积物质往下沉 因此 越靠近地心的地方 它的密度会越大 所以 丙的密度 大于乙的密度 大于甲的密度 所以 丙大于乙大于甲 所以第三题 猪的答案 范例五 有关于大陆地壳 与海洋地壳的讨论 右图 为某大陆附近的板块 垂直剖面剪图 请以此图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 深层新的海洋地壳的中央脊 位于何处 因为中央脊的位置 是在热对流上升的地方 因此 热对流上升处 在这里 水甲的位置 这里是中央脊的位置 因此 第一题 A的答案 第二题 丁处的海底地形 为何种地形 因为丁的位置 从板块结构来看 这是 左边的大陆板块 引摸到 右边的海洋板块底下 所以 在丁的地方 这是板块引摸带 容易形成海沟 因此 第二题 C的答案 第三题 图中大陆所属的板块 包含哪些范围 我们看图上 图中的大陆 是指中间这个位置 中间这个位置 它包括了 乙跟丙 两个板块 所以 第三题 B的答案 第四题 图中何处容易找到变质岩 因为变质岩 是在聚合性板块的地方 而图中 这里 假的左右两侧是张列性板块 而丁这里是板块引摸带 因此 丁这里是聚合性板块的边界 水在丁的附近容易找到变质岩 因此 第四题 猪的答案 範例六 有关于热对流跟板块的关系 右图为大西洋两侧南美洲与非洲的地形图 已知 多种证据可以说明 南美洲与非洲 2亿5千万年前 是连在一起的 请依此图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 甲处是板块拉扯分离 而涌出原浆凝固而成的区域 其名称为何 我们看图上 甲处是因为热对流上升 沿将涌出的位置 所以这是张列性板块 而甲这个位置容易形成中阳级 因此 第一题 猪的答案 第二题 乙处的地壳物质 隆隆后 顺着岩层缝隙上升到地表 会冷却凝固而形成何种岩石 因为 途中 甲的位置是热对流上升 所以左右两个板块形成张列性板块 而在乙的位置 则是属于两个板块的引墨带的地方 因此 乙处的地壳物质 如果隆隆后 顺着岩将裂缝上升到地表 容易形成暗三岩 于是 第二题 C 的答案 第三 在乙处 地寒的热对流 会如何运动 因为 乙处的位置 是属于聚合性板块 这里是热对流下降 所以 地寒的热对流 是属于下沉的热对流 因此第三题 B 的答案 第四题 夹来两处共同具有的地质作用为何? 因为 甲处是中央级的位置 乙处是在板块引墨带至海沟附近的位置 因此 甲跟椅都是属于板块边界 因此 甲跟椅都是属于板块边界 在板块边界附近容易形成地震 所以 第四题 C的答案 第五题 请判断 未来一千年 大西洋的大角变化 最有可能为下立合者 因为 途中 南美洲跟非洲中间这里是大西洋 而大西洋这个位置 是因为热对流上升 于是形成张列性板块 因此 左右两个板块会互相分离 结果会造成 南美洲板块跟非洲板块 它们距离会越来越远 所以 大西洋的范围 也会越来越大 所以 第五题 未来一千年 整个大西洋的大小变化 会比目前大 所以 第五题 A的答案 分离7 有关于聚合性板块的讨论 右图为某处板块构造之示意图 请根据板块构造学说 请以此图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题 涂装海沟所在的板块边界 及其两侧地壳种类 最可能为下列合者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图的左边 甲的位置 这里是中央戟 而中央戟 两个板块互相张列 于是 两个板块分离 这时候 右边的海洋地壳 向右移动 可是 撞击到最右边的大陆地壳 使得 左右两个板块 一个是海洋地壳 一个是大陆地壳 海沟的位置 在柄这个地方 于是 形成板块引墨带 这是海洋地壳 引墨到大陆地壳底下 这属于聚合性板块 左侧是海洋地壳 而右侧是大陆地壳 因此 第一题 C的答案 第二题 此海沟是因为 有海洋地壳的板块 引墨至带有大陆地壳板块 下方所造成 属于聚合性板块边界 下联合者最有可能是 图中 甲乙丙三处 地壳形成的时间顺序 因为 图上 甲乙丙三个 这个是在 海洋地壳的部分 而海洋地壳 越靠近中央戟 形成年代越近 离中央戟越远 所形成年代则越早 因此 年代最早的是 丙 其次是乙 年代最新的 则是甲 所以丙最早已次之 甲则是形成最晚 因此 丙最早已次之 甲最晚 所以第二题 豬的答案 第三题 什么原因造成 海沟的西侧地壳 引没到东侧的地壳之下 海沟的西侧 是属于海洋地壳 而海沟的东侧 则是大陆地壳 因为海洋地壳密度大 所以海洋地壳 引没到大陆地壳下方 所以西侧的海洋地壳 引没到东侧的大陆地壳 这是因为海洋地壳的密度 较大 所造成 因此第三题 B B的答案 分例八 有关于聚合性板块的讨论 六图为某地区之聚合性板块交界带四翼图 请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 依此图 推断岩石的类别 则下列哪些正确 甲处 因强烈挤压产生高温高压 故有变质岩 我们先按图上 左侧这里海底层基物 这是一个海洋地壳 海洋地壳 海洋地壳密度大 引没到右边大陆地壳的下方 所以P地壳 这个是海洋地壳 而Q地壳 这是大陆地壳 而在两个板块交界附近 因为板块挤压 因此 甲处容易形成变质岩 所以 甲 这个是对的 乙处 有岩将上升至地表冷却 形成安生岩 乙处的位置是在板块引墨带附近 这时候岩将冒出至地表 冷却形成安山岩 乙处 这个是对的 丙处 地下有熔熔岩将进入 冷却凝结形成玄武岩 丙 这个是错的 因为玄武岩是海洋地壳的 是海洋地壳照列性板块所形成的产物 而丙处是在巨油性板块附近 这时候地下深处逐渐冷却 于是会形成化缸岩 因此丙处所形成的岩石 这个是花岗岩不是玄武岩 所以丙这个是错的 因此正确的只有甲跟乙 所以第一题 A的答案 第二题 图中PQ应该分别属于何种地壳 图中的P是属于海洋地壳 Q则是大陆地壳 所以P是海洋地壳 Q是大陆地壳 所以第二题 B的答案 第三题 下来对此板块交界带的叙述 哪一项错误 A 两板块互相推挤 通常经过数千年的时间 即可在交界处聚合形成大山脉 A 这个是错的 两板块相碰撞 要形成大山脉 经常需要数千万年的时间 所以不是数千年 是数千万年 所以A这个不对 B 在持板块交界带 延时常发生复杂的褶皱作用 有时亦有断层发生 B 这个是对的 因为海洋地壳 与大陆地壳 两个板块互相推挤 于是在板块交界带附近 容易会有褶皱产生 同时因为板块挤压 也容易形成逆断层 所以B 这个是对的 C 板块交界带就是低震带 C 这个是对的 因为在板块交界带附近 地壳互相碰撞 因此 也是地震特别频繁的地区 所以板块交界带 也是地震带 猪 在造山运动过程中 海平面以上的部分 同时会伴随 风化侵蚀的作用 猪 这个是对的 因为造山运动产生 于是地势容器 因此 海平面以上 如果地势越高 则它的风化侵蚀作用 也会越强烈 所以猪这个正确 因此 第三题 错误的 只有A 这个错误 第四 有关地点 与岩石的配对 下列何者正确 A 柄是大理岩 A这个是错的 柄应该是花岗岩 不是大理岩 B 以玄武岩 B 这是错的 以应该是安山岩 不是玄武岩 C P 安山岩 P是海洋地壳 所以 P是玄武岩 不是安山岩 因此 C不对 猪 Q 花岗岩 猪这个是对的 因为地下深处的岩浆 缓慢冷却 形成花岗岩 经过地壳碰撞 第四逐渐容器 因此 Q地壳主要以花岗岩为主 所以 猪这个是对的 所以第四题 猪的答案 第五题 此地支板块构造示意图 最能代表现任哪一个地区的形成过程 A 大西洋中阳戟 A这是错的 因为图上显示的是海洋地壳与大陆地壳相碰撞 所以这是属于聚合性板块 而大西洋中阳戟则是张列性板块 因此A不对 B 喜马拉雅山脉 喜马拉雅山脉也是属于聚合性板块 可是喜马拉雅山脉是印浪大陆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两个板块相碰撞 所形成 所以喜马拉雅山脉是两个大陆地壳相碰撞 所以B这个和图形不合 C 安地斯山脉 安地斯山脉是海洋地壳与大陆地壳相碰撞所形成的山脉 C和图形是相符合的 所以C正确 C 冰岛 冰岛是属于张列性板块 所以C也不对 所以第五题 能够和图形符合的 是海洋地壳与大陆地壳相碰撞所形成的造山运动 所以只有C这个是符合 C 现在哪一项是磁中板块交界带的特性 A 火山活动不强烈 A这个是错的 因为 在板块交界带附近 火山活动会比较明显 所以A不对 B 喜马拉雅山的形成为这种类型的板块运动 B 这个是错的 喜马拉雅山是两个大陆地壳相碰撞所形成的 而图上显示的是海洋地壳与大陆地壳的碰撞 所以B这个不对 C 两个板块互相推起 通常经过数千年的时间 即可在交界处形成大山脉 C 这个是错的 因为两个板块相碰撞 形成大山脉 经常是需要数千万年的时间 所以不是数千年的时间 C 这个不对 猪 在山脉隆起时 海平面以上的部分 会同时伴随着风化侵蚀的作用 猪这个是对的 因为板块相碰撞 产生的造山运动 海平面以上的部分 地势逐渐高耸 而地势越高 同时 风化与侵蚀作用也会越强烈 因此 猪这个正确 所以 第六题 正确的 只有猪这个正确 分例9 有关于板块性质的判断 右图为横贯南美大陆的 两侧海底地形剖面示意图 垂直与水平方向不一同一比例子绘图 请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 图中乙处是属于河中海底地形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左边这里是太平洋 而中间这个是南美洲大陆 水在甲处这是海洋地壳 而丙处这里是大陆地壳 乙处这里是海洋地壳 与大陆地壳交界地带 这个地方是海沟 所以 第一题 乙处的地形是属于海沟的地形 所以C的答案 第二题 图中乙处的板块运动模式 较符合下列核种图形 因为图中乙处的左边是海洋地壳 而乙处的右边则是大陆地壳 海洋地壳因为密度大 所以两个板块相碰撞 结果海洋地壳引摸到大陆地壳下方 因此就造成了B的图形 左边这个是海洋地壳 右边这是大陆地壳 海洋地壳引摸到大陆地壳的下方 因此中间这个是海沟 这个就是乙处的位置 所以第二题 乙处的图形符合B的图形 第三下列相关叙述何者错误 甲处岩始为玄武岩 A这个是对的 因为甲处是海洋地壳 海洋地壳以玄武岩为主 A这个正确 B图中只有一个板块边界 B这个是对的 图中的板块边界就是 其他海洋地壳与丙大陆地壳两个交界的地方 在乙的位置这里板块引摸带 只有这个地方是板块边界 因此B这个对 C图中只有两个板块 C这个是对的 其中一个是甲的海洋地壳 而另外一个则是丙丁的整个大陆地壳 所以图中显示的只有两个板块 C这个对 竹丁地为中央级 竹这个是错的 因为图中显示的甲是海洋地壳 而丙一整块这是一个大陆地壳 中央级是属于张列性板块 两个板块互相分离 可是图中并没有显示 两个板块分离的特性 所以丁柱这里无法判断它是中央级 因此 珠这个是错的 所以第三题 错误的 珠的答案 翻例时 有关于全球板块的分布 右图为全球板块分布图 请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 太平洋四周都为何种性质的板块边界 为著名的火环及环太平洋地震带 且多海购与岛湖 因为海购与岛湖主要是聚合性板块 而图中所显示的中间这个是太平洋板块 太平洋板块的四周它主要是聚合性板块 所以是与四周的板块互相碰撞聚合 因此第一题 A的答案 第二题 喜马拉尔山脉位于板块边界上 其形成状况为下列合者 我们看图上 喜马拉尔山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上 而这个位置是底下的印尔板块 撞击欧亚大陆板块 结果印尔板块引摸到欧亚板块的下方 因此形成喜马拉尔山脉 是印尔板块引摸到欧亚板块的下方 形成了火山喷发 所以C这个是对的 范例11 有关于全球板块分布 右图为某地区的板块运动示意图 白色箭头指示板块运动方向 请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 下列合者是右图甲处的正确名称 我们看图上 图中的甲处是海洋地壳引摸到大陆地壳的下方 因此 甲处这里容易形成海沟 因此第一题 猪的答案 第二题 图中 火山喷发后的产物最可能是下列何种岩石 因为图中 已出的岩浆喷发 是从确有性板块附近 火山喷发至地表 于是形成安山岩 因此第二题 喷发的物质 冷却之后最可能形成安山岩 B的答案 第三 下列有关此地区地质现象的叙述 何者正确 A 此地区的断层 以正断层为主 A 这个是错的 因为图中显示的是海洋地壳引摸到大陆地壳下方 这里是 巨有性板块的边界 因此 巨有性板块 主要是以逆断层为主 所以A 这个不对 B 此地区发生的地震 全属于浅缘地震 而无中原和深原 B 这个是错的 因为 巨有性板块附近 所产生的地震 其中包括 浅缘地震 中原地震 以及深原地震 都可能发生 所以B 这个不对 C 右上图 甲处之所以凹陷 主要是因 射到板块引摸下沉 拖拉造成 C 这个是对的 因为图中的甲处 这里是海沟的位置 这是由于 海洋地壳引摸到大陆地壳的下方 因此 在板块引摸袋附近 形成了海沟 这是两个板块 互相碰撞所造成的结果 所以C 这个正确 主 此地区较深处岩石 不可能受到高温和高压的影响而变质 主这个是错的 因为两个板块相碰撞 使地壳深处的岩石受到挤压 因此 受到高温高压的作用 容易形成变质岩 所以主这个正确 因此 容易受到高温高压的作用而形成变质岩 因此 主这个是错的 所以第三题 正确的 只有C 这个正确 这些确实的 是 这些确实的 是 这些确实的 这些确实的